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3月12号的周末专辑 我是许波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星期六美韩恢复联合军演之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发威胁 他说朝鲜人民军将抗击敌人 旨在向平壤推进的登陆演习 以行动解放包括首尔在内的整个韩国 好 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 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 美国社会 文化 科技与健康 最新发展的新闻 好 欢迎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原本计划 星期五晚间在芝加哥举行一场竞选活动 由于支持和反对者爆发冲突而被迫取消 川普发表声明说 芝加哥的活动延期举行 他呼吁所有人平安无事离开现场 川普发表演说的现场 支持者和反对者大声表达自己的意见 其中包括相互谩骂的情形 共和党党内初选中领先的川普支持者认为 他坦率真实 反对者认为他言行充满无知和偏见 处处让人难以忍受 星期六 美韩恢复联合军演之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发威胁 他说朝鲜人民军将抗击敌人 旨在向平壤推进的登陆演习 以行动解放包括首尔在内的整个韩国 并以朝鲜式的超精准快速打击行动 击败敌人高密集攻击战术 美国和韩国进行的两期登陆演习 加剧了同平壤的紧张关系 但是闭关锁国的朝鲜政府迄今 尚未同美国直接交恶 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 上个星期天逝世 享年94岁 星期五 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内 举行了千人追悼会 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 前总统小布什 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以及已故总统福特·肯尼迪的家人 南希·里根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不示弱 有时候颇为顽固 但是他对里根总统绝对忠诚 里根2004年患老年痴呆症去世 在那之后 南希一直大力呼吁 加强干细胞研究 在南希去世之后 奥巴马总统下令 美国联邦设施将半旗致哀 直到葬礼结束 退休的菲律宾外交事务秘书 阿尔伯特·罗萨里奥说 五月份大选将产生 菲律宾下一届政府 应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的立场 罗萨里奥星期五表示 菲律宾应保持独立 以及恪守法治的原则 他还说 下一届政府应该坚持到底 因为人民显然批准我们的外交政策 在五个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中 菲律宾五年来反对中国的声音最高 现任总统阿基诺六月底卸任 他选出的本党继任者 总统候选人罗哈斯月 正计划执行当前的外交政策 不过反对派候选人中 比奈则对中国采取较为柔和的立场 美国谴责叙利亚政府 阻止运送人道救援物资 以及击中平民的空袭 国务院发出措辞强硬的谴责之计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计划星期一 在日内瓦恢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间的 实质性会谈 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表示 叙利亚政权从紧急人道救援物资中 不断拿走急需的医疗用品 他还说 有报道说 政府在向阿拉伯等地发动的空袭中 击中平民 包括正在离开一所清真寺的部分教徒 不过两个星期前 部分敌对行动停火生效以来 战斗总体减少 不过仍然不断有报道说 双方都曾违反停火协议 阿拉伯联盟星期五正式将黎巴嫩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 这一决定是在阿蒙各国外长星期五在开罗会议上做出的 会议所有国家除黎巴嫩和伊拉克之外都对决议投支持票 将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 进一步反映了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同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 合作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阿蒙做出这一决定 之前沙特决定不为黎巴嫩发放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 将黎巴嫩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 尽管发现叙利亚政府破坏有关停火协议 联合国主持的叙利亚问题和谈 星期一将按计划开始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俄罗斯和美国监督员星期六在日内瓦和安曼 同时会晤试图寻找减少叙利亚暴力的途径 克里星期六在沙特说 各方一致认为暴力程度减少了80%到90%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组织表示 将参加日内瓦和谈 星期五 达赖喇嘛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 间隙发表讲话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警告各国外交官 和联合国机构抵制这位流氓精神领袖 几百名支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楼前 同时达赖喇嘛在附近的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院 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发表了讲话 下面是VOA卫视的报道 这次由诺贝尔奖德主参加的活动 是由美国和加拿大使馆组织的 星期二在会议向媒体发出邀请的同一天 中国驻日内瓦使团也发出信函 要各国常驻使团 联合国机构 以及各国际组织抵制这次活动 在达赖喇嘛讲话期间 几百名流氓藏人聚集在一起 有些人挥舞着西藏旗帜 达赖喇嘛在讲话中告诉人们 人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基本人性是富有同情心的 积极的 所以有努力的可能 如果基本的人性是消极的 那么努力也没用 根据佛经经文和科学发现 人性的本质是积极的 参加星期五这次活动的 还有来自伊朗和野门的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正在积累进行 关注选举的不只是成年选民 在美国很多学校儿童也在了解 并且学习各个总统参选人 好 稍后的美国万花筒节目 带您去看看 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学里 小学生如何了解希拉里克林顿 是位什么样的参选人 好 不要离开 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B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终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主持人Peggy张佩芝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初选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 当媒体和公众为这些参选人的政策和立场 即便的同时 这些政治人物的穿着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作为一名女性参选人 她的装扮和发型更是受到注意 一起来了解 民主党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在一次辩论会上穿了件亮黄色外套 让社交媒体上的时尚引领者议论纷纷 有些人把她的装扮比喻成芝麻街里的大鸟 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的鸵鸟皮牛仔靴 川普的红色棒球梦 卢比奥的扮拉链毛衣 在当今政治氛围里 候选人的着装哲学 有时和她的政治立场一样重要 时尚专家说 候选人的衣着选择并不是个意外 每个选择都是经过审慎考虑后做出的 企业和政治形象专家 派特希·西斯内罗斯说 克林顿的顾问建议她穿亮色衣服 不过她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 希拉里·克林顿现在穿各种不同颜色的衣服 我不知道谁建议她穿这些亮色衣服 对女性来说 宝石色调看起来比较像个主管 比较有权威感 衣服应该衬托肤色 不应该压倒那个人 克林顿的穿着 在她担任国务卿时期 和目前作为总统参选时期 有很大的不同 从她在国会山两次出席 利比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可见一斑 第一次是2013年在她国务卿任内 第二次是在她宣布 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后 于2015年10月 第一次她穿深绿色西装 戴了眼镜 她的姿势看起来不是很有自信 你可以看出她很不想在那里 她也不在乎我们知道她不想在那里 在她宣布决定角逐总统后 她还是要出席班加西听证会 现在她必须投射有自信的形象 要让大家相信她的立场是正确的 所以她一进去就看起来非常有权威的样子 她想要告诉大家 看看我 我已经为总统职位做好准备了 至于同样组织民主党提名的伯尼桑德斯 形象专家西斯内罗斯说 虽然她看起来好像不总是那么整齐优雅 她同样也为这个形象做了决定 桑德斯看起来像个和蔼可亲的教授 她的头发时常有些凌乱 显示了她在那个时刻的活力 她也不在乎你对她的看法 她不会停下来把头发梳整齐 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总统 这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在共和党方面 来自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话直说的德州人 就算连穿西装也要穿牛仔靴 克鲁兹和另外一名参选人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在不穿西装时都很喜欢穿半拉链毛衣 形象专家西斯内罗斯说 这有实际上的考量 候选人一天要去很多场合 他有时必须穿西装 有时必须穿得比较轻松 又不失装重 脱掉外套后换上毛衣很容易 有时还可以卸下领带 最重要的是让选民看起来可信 有权威感 这种毛衣让参选人做到这一点 虽然克鲁兹和卢比奥在和地方选民互动时 时常选择轻松装扮 但是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群雄的川普 很少不穿西装 我们很少看到川普穿变装 在他的想法里 变装不是牛仔裤 因为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生活是高尔夫球场 所以当他穿变装时 他穿的是在高尔夫球场里穿的衣服 川普的另外一个常见装扮 是他的红色棒球帽 上面印有他的选举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 希斯内罗斯说 西装是男性参选人的基本穿着 一套深色西装配白色衬衫 搭红色或蓝色领带 立刻让人觉得你有权利和地位 但是就连深色西装颜色的些微变化 都可以传达不同的信息 在一次总统辩论会上 其他候选人都选择 华府政治人物喜爱的 深蓝色或深黑色西装 川普和当时还未退选的 外科大夫卡森 都选择了深灰色的西装 希望向选民传达 他们是政治圈外人的信息 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 不只是成人选民 在美国很多学校里 儿童也在了解 并学习各个总统参选人 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学里 这些小学生正在进一步了解 希拉里克林顿是个什么样的参选人 他们对目前的选举形势 也相当地有意见 当希拉里克林顿 寻求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之时 最近她无意间成为很多儿童书籍的主角 其中一本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主题的 儿童书籍作者新西亚雷文森在 魏斯里女子学院就读时和克林顿住同一个宿舍 她写了一本儿童书名叫 希拉里克林顿 尽你可能的做好事 书中描述希拉里的年轻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生涯 雷文森这天来到马里兰州的冷泉小学 我希望让孩子感觉希拉里好像就在眼前 让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讨论目前美国政治局势里的各种问题 以及历史 宗教 信仰等议题 在比较倾向民主党的马里兰州 很多学生是希拉里的粉丝 我想有位女性总统会很酷 我喜欢她的个性 因为她人很好 她不像那种很容易会对你吼叫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信任她 但是也有学生对希拉里提出质疑 我比较喜欢伯尼桑德斯 我觉得克林顿没有桑德斯那么直接 希拉里克林顿必须告诉我们更多她的计划 我喜欢希拉里克林顿的想法 但我反对她唯一原因是她曾住在白宫 我不认为她应该再次成为白宫的主人 许多学生说他们从电视和广播中得到关于选举的消息 他们关注的议题包括移民 宗教自由和社会平等 我们几乎都同意川普不会是个好总统 因为他撒谎 是个伪君子 是个自大狂 还会妄想 这四个特质都不是好总统的特质 皮斯希望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能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管11月8号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 毫无疑问 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将会密切关注 随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继续向获得本党提名迈进 对川普的对手来说 要削弱他的势头所剩时间不多 川普真的很有可能获得共和党提名 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他为何如此受到共和党选民的欢迎呢 记者马龙为您解读川普现象 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的角逐中继续遥遥领先 但是他并没有对下一批初选掉以轻心 你明明要出来投票 川普如果在今后几个星期里继续告诫 将为获得共和党提名打下根据地 不管发生什么 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即使你心下被裁员了 我希望你也出来投票 我会给你找新的工作 不必担心 川普口无遮拦的风格 为他在新汉布什尔和南卡等许多州 赢得了支持者 他要振兴美国 这是我们需要的 他说的这些可能连一半也做不到 可说实话 他能这样说 并且这样去努力 我就满足了 不过 川普也有许多不利因素 包括抗议者认为他太蛮横 反移民 在种族问题上不敏感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 川普有效调动了选民的 强烈不满和愤怒情绪 投票支持他的这些选民认为 他们在15到20年来 一直被两大政党忽视 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说 我站在你们一边 他们不一定是铁杆共和党人 不是茶党 也不是极有分子 如果要给他们归类的话 只能说他们略有保守主义倾向 川普的崛起 在共和党建制派当中引起反弹 其中包括2012年总统大选的 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 川普说他崇拜普京 同时他又把乔治布什称为骗子 这是典型的斜压导政 但是目前川普仍然领先于他的竞争对手 包括卢比奥参议员 在共和党初选或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 有三分之二对你投了反对票 这个小家伙关于我的记录 说了太多的谎 太离谱 约翰福接说 川普的对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阻止他前进了 川普明显领先 可能会获得共和党提名 局外人和参选人都在极力阻止他 但是看来有点为时已晚 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 在3月15日举行初选 这也许是川普的对手 阻止他获得提名的最后机会 随着川普越来越可能代表共和党 角株总统宝座 很多拉美伊美国人表示 川普的反移民论调让他们反感 他们宁可把票投给别人 记者李爱玲采访了洛杉矶一户拉美伊家庭 他们谈到对川普的看法 这是布尔哥斯一家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 他们和教友正在为复活节表演做准备 雷尼布尔哥斯说 他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着他的决策 包括如何选择下一届总统 要挑选更有同情心 更关心民众的人 雷尼布尔哥斯和妻子玛利亚 本来一直琢磨着要投共和党的票 可是川普赢得一个又一个的初选和党团选举后 他们的想法变了 我开始看到辩论和选举结果 心里好郁闷 觉得这下不好了 我将在我们的南部边界修筑一条长城 我将让墨西哥为这道墙出钱 他们送来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人 他们带来了毒品 他们带来了犯罪 他们是强奸犯 这种反移民论调 引起很多拉美印人士的强烈反感 我的感觉是愤怒也有失望 我们来这里是想心情和诚实地工作 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贡献 雷尼布尔格斯现在是美国公民 他当年为了逃避萨尔瓦多内战而偷渡美国 在里根总统时期获得大赦 他说跟川普的反移民观点相反 拉美伊移民正在为美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竞选期间最强大的选民集团 莫过于愤怒的选民 共和党政治咨询顾问路易斯·阿尔瓦拉多说 虽然西语异选民传统上一直投民主党票 但是很多新一代拉美伊选民仍然举棋不定 他说川普的成功可能会把他们推向 希拉里·克林顿一边 预计克林顿将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观点 他的政策或者支持他当总统 这只是为了惩罚川普 对玛利亚而言 如果要在川普和克林顿之间做选择 他会投克林顿的票 我并不认同他的任何政策 我只是想把美国从川普手中拯救出来 在复活节将要到来的几个星期内 布尔哥斯夫妇念念不忘的是 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他们说他们会祈祷由最合适的人 出任美国总统 美国亚裔被称作是政治上沉睡的巨人 预计今后25年 美国亚裔人口将增长74% 而亚裔选民人数将增加一倍 全美国三分之一的亚裔人口居住在加州 一些亚裔军民选择投身政界 不过这些候选人发现 他们在竞选公职时 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 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时 面临一定的挑战 我敲开一家人的门 一名女士开门说 我绝不会投东方人的票 尽管如此 亚裔移民候选人 还是在美国政界获得了一些成功 尤其在加州 韩国移民江石熙是民主党人 23岁来到美国 现在她正在竞选加州州参议院的席位 她的共和党对手张玲玲也是移民 目前是州众议员 她三岁从台湾来到美国 你必须打破人们的某些成见 张玲玲说 妻儿不舍和选民们对话 有助于打破成见 赢得竞选 我一直相信 只要沟通 就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江石熙先是当选为 加州欧文市的市议员 后来成为市长 她同意张玲玲的说法 当然我先是一家一家的去敲门 很多时候 因为我的长相和党派等关系 而吃闭门羹 可是我还是继续去敲门 到投票那天 我走访了两万户人家 越来越多的移民候选人 在加州竞选公职 而且在地方和州一级获胜 江石熙和张玲玲就是例子 江石熙说 加州是先驱 美国其他地方今后也会看到这个趋势 亚裔是美国经济 社会和政治地位提高最快的群体 至于那位告诉张玲玲 她绝对不投东方人票的妇女 最后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散弹枪 而成了朋友 她最后赢得了这位妇女的选票 在全美国亚裔人口迅速增加当中 在美国第一大城纽约 华裔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 由于很多新老移民 不同英文给纽约市的消防工作增加了难度 为了克服这个难题 纽约市的一些消防和救护人员 自愿拿起中文教科书 重新走回课堂 记者张珍报道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靠近东河的凡布兰特街上 坐落着一幢不起眼的小楼 一个多世纪前 这里曾经是布鲁克林区最老的消防站 今天这里是纽约市消防员互助组织 消防员之友的总部所在地 2016年 2016年 每星期四晚上 这座红砖小楼里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在这里学习中文的 是来自纽约市消防局的消防员和医护人员 很多人上班从早上上到晚 然后到晚上不回家还要来上课 然后国语其实一个很难的语言 不容易学 但他们都很用心地学 今天我 纽纽约市消防局的中文课程开始于2015年秋天 如今为期五个月的第一期课程已经接近尾声 第二期将从三月开始 纽约消防局亚裔消防员组织凤凰社的主席 史蒂夫里是中文项目的发起人 他说在消防局一万多名消防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当中 只有大约120名亚裔 这个比例无法满足社区的需求 在任何一天 纽约消防局上岗执勤的亚裔消防员 可能只有五六个人 而且他们未必都是华裔 所以在社区需求和我们的人员组成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纽约消防局认识到这种交流上的差距 纽约市规划署的统计显示 从2001年到2011年 纽约讲中文的移民人口 从26万人增长到35万 增幅超过34% 市政府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速 华裔移民很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 超过多米尼加移民 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的最大移民群体 现在已经教了他们这个程度 他们已经可以和我们华人有一些基本的交流 所以他们也觉得很高兴 就是有点信心 然后作为老师的也是为他们觉得很自豪 在布鲁克林区一处消防站 担任小队长的雅各布·达顿 不久前奉命前往一座公寓灭货 他在抵达现场后 发现业主是一对不讲英文的华裔夫妇 公寓里的男士一听我讲中文 马上就笑了起来 他的眼神好像是在说 这家伙竟然能说中文 纽约市消防局凤凰社的主席 史蒂夫里介绍说 开设中文课程只是改进社区服务水平的短期措施 长期而言 消防局应该大幅度提高亚裔消防员的人数比例 他说目前无论是接听电话或者现场作业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消防局往往需要聘请翻译协助 但是这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打破消防救护人员和居民沟通的中介步骤 让他们可以直接交流 不论使用哪种应言 这是我们每天工作的关键部分 好 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Peggy VOA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同时间见 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一位从没有参加过选举的退休官员 停决 今天在议会下院以274票对29票的巨大优势 击败现任副总统联邦巩固 与发展党人赛茂康 成为下院总统候选人 这是第一轮的投票 让停决距离总统之位又迈进了一步 这是经历了几十年军人统治的缅甸 最新的一次民主实践 目前昂山素季的全民联 正在为3月30号接管国家政权做准备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从缅甸议会发来的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领导 本党议员们为他亲手挑选候选人 停决投下支持票 现在停决已经几乎锁定了总统之位 但是此间多数人士都对昂山素季 无法绕过宪法的规定感到失望 宪法禁止子女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 成为总统 我真的有点替昂山素季女士感到遗憾 但我向停决先生表达了祝贺 昂山素季和他亲手挑选的总统 不会完全自主地掌管缅甸 缅甸军方在议会自动获得四分之一席位 而且军方还将掌控几个关键部委 军方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在下周的议会选举中 肯定赢不了 但两个副总统职位中肯定有一个属于军方人选 在选举中一路凯旋的全民联的议员们 希望这是一个能平息军方不满的双赢情况 缅甸军队势力强大 而且已经掌权超过半个世纪了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我们正在朝着民主兴盛的方向快步迈进 在还有几周就要迎来政府更迭之际 直到最近还主宰政坛的拱发党 似乎已经体面地接受他们新的少数党的地位 基于我从停决个人经历中了解到的信息 我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很好的治理这个国家 议员们预计下周二会正式选出下届总统 得票第二和第三的人将成为副总统 美国之一记者赫尔曼于缅甸内比都报道 星期五是福岛核泄露事件五周年 五年前日本东北部遭遇九级大地震 地震产生的巨大海啸淹没了福岛核电站 导致超大范围的辐射泄漏 五年过去了 现今那里的情况如何呢 先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为您发来的报道 周五在全日本人们都暂停手里的事情 今年五年前那场大地震 以及随后引发的15米高的海啸 海啸淹没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五年过去了 在核电站的废墟周围 仍然有一个12公里的隔离带 大量具有放射性的水 储存在此地的巨型储水罐内 在福岛核泄漏五周年前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缓解人们 对于尚不明确的污染的恐惧 在核法营堆周围受污染的墙外围建立洞土壁的工程 很快就将启动 它将阻止地下水流入 并且肯定对处理水污染问题有所帮助 安倍政府正在寻求重启2011年事故之后 关闭的一些核电站 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日本一家法院出于安全考虑 在本月初拒绝了重启核电站的请求 安倍晋三的前任 福岛事故发生时的 时任日本首相兼职人 目前已经成为核能的坚定反对者 现在我确信 为了日本和全世界的未来 有必要远离核能 兼职人近日登上了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艘船 并与科学家们会面 这艘船在福岛外的海上检测放射水平 日本政府就是想让世界相信 他们已经从五年前的核灾难中恢复了 但实际上这个核危机仍然在继续 在福岛核电站里面 存着一千多罐高度污染的核废料 每天都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 流进太平洋 目前为止 还没有多少证据能显示 辐射泄漏对公共健康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现阶段想了解 福岛核泄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低强度的辐射可能会一直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 有些影响可能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出来 福岛核泄漏事故促使一些国家 特别是德国 承诺结束对核能的依赖 更为广义的教训是 人类真的很难对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每种不测都能有所准备 福岛发生的灾难让5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一些当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现已被允许返回 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带重建的速度毫无疑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不过在这之后还要用很多年的时间 才能把五年前被彻底破坏的社区重建起来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有人这样战转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论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知识来让大家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女性的堕胎权益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议的热点 3月2号美国20多年来最重要的有关堕胎权利的案件 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 这一座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案子 在堕胎权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 引发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积累辩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于牧发来的报道 3月2日 堕胎权益的支持和反对者 组成对立的抗议团体 寒风中 近千人聚集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美国最高法院门口 他们从全国各州赶来 有些人提前两天就守候在门口 希望进入法院聆听这场二十多年来 有关堕胎权益历史性的辩论 安德鲁艾瓦从1987年开始成为反堕胎活动分子 1940年代末 一位天主教妇科医生打消了他父母堕胎的念头 他因而得以幸存 我们应该抓住任何机会去保卫生命 我们应该学会感激生命 如果你忽视一种生命 那么你就会开始忽视其他种类的生命 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惨 而旁边的几个学生则认为 这是推动女性权益运动的重要时刻 在很多保守的州 一些法律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女性的堕胎权益 我觉得我们来到这儿 来努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非常重要的 四十多年前 堕胎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是违法的 从宗教方面看 信仰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以及犹太教等群体 倾向于认为生命由神所赐 人类无权决定其去留 从道德方面看 很多人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自己 其他人不能随意剥夺其生存权利 而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 被罗伊·肃韦德案做出的判决 推翻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 根据妊娠时间长短 以三个月为期 为保护胎儿和女性的健康 各州仍有权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 另一桩著名案件 1992年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 将不当的负担这个概念 引入堕胎议题 判决规定 各州颁布的法案 不能给寻求合理对胎的女性 造成不当的负担 而当下德州案的焦点 证实该州的地方法案 是否为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 2013年7月 德州州长签署的一项法案要求 州内所有堕胎诊所 达到医院急诊手术室的硬件标准 并且要求实行堕胎的医生 持有当地医院的医疗资格认证 美国实施类似法案的 还有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等州 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表示 需要堕胎手术的女性 因此可以获得更安全 更健康的保障 在实施这项法律这件事上 德州是绝对正确的 这个法案是常识 是对女性有利 对安全有利的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 它是能拯救生命的 我们应该要求实施堕胎的场所 满足与门针手术中心一样的标准 而反对这项法案的群体表示 这个法案将迫使德州数十家 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关闭 仅剩下满足最新标准的五家 可以继续运营 很多妇女将被迫开车数百英里 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服务 极为不便 当地一家名为全体妇女健康的诊所 将德克萨斯卫生部门告上法庭 但地区和巡回法院的判决 认定德州法律大部分有效 他们一直将案子打到最高法院 全体妇女健康的CEO艾米米勒 是这个案子的首席原告 而她也是一部名为陷入困境的 即时电影的主角之一 这部电影以维护堕胎权益的角度 追踪了法案实施以来 这些诊所 医疗人员 以及需要堕胎的女性 所遇到的困难 对于被保守派议员控制的州 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法律性策略 用来针对诊所和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管它叫困境法律 全程是对于堕胎服务从业者的 针对性条例 从影片中看 这些诊所无法达到法案 所要求标准的原因是经济成本太高 问题在于 这些标准中涉及的器材和药品 其实他们从来不会用到 影片进而讲述 法案导致的市场不稳定 很难吸引员工 人力污力的稀缺 让很多病人无法就诊 讲到一个刚13岁 怀孕已经三周多的女孩的案例 全体妇女健康的临床服务主任 马文萨德勒感到无能为力 为了给她做检查 我们必须将她麻醉 于是我需要一个护理麻醉师 但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法律 找到能为我们工作的人几乎不可能 她13岁 她是一个新轻的受害人 她开车4个小时 从麦高恩到圣安东尼奥 但是我们必须让她回家 我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她做这个手术 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但如果她做 她必须去新墨西哥州 并且付5000美金 然后去到那里 并且花费三天 她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她做不到 3月2日这次庭审过后 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做出判决 由于近日大法官安东宁 斯卡利亚的去世 最高法院的法官成员 从9名降至8名 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 一旦出现4比4的结果 高法将维持上诉法院的原判 这意味着 德州法案将继续实施 而其他州也有权颁布类似法案 堕胎权益支持者的眼光 聚焦于大法官肯尼迪 如果他认为德州法案 对需要堕胎服务的女性 造成不当的负担 上述法院的判决将被推翻 美国之音 尼亚 于牧 华盛顿报导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南方是克氏猿猴虾 俗称小龙虾的原产地 在路易斯安那州 小龙虾作为食物 有数百年的历史 水煮小龙虾 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 那么这个词代表的 已经不仅仅是食物 它还代表什么呢 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 就带您去了解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来到这里你千万不能错过 他的嘉年华卉音乐 还有啊就是他的美食 今天的走进美国 我们就带您深入当地 亲自的来体验一下 他的小龙虾文化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 因为它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 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 满身都是污泥 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 比利农杰瑟 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 官方公布的州甲鞘食物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 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三亿美元的产业 很多有稻田的农民 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 他们在小龙虾季节 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殖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克式圆鳄虾 Red Swamp Crawfish 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鳄虾 White River Crawfish 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 就是克式圆鳄虾 它的肉质鲜甜 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 更增添了克式圆鳄虾的绝佳风味 它的甜味让怀特河鳄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它是迈克尔弗鲁热 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 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 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 俘虏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 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 真是太爽 太兴奋了 我们捉了半麻袋 大约有二三十磅 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 我们吓死了 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 与中国相似 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 夏季开始时 我们将小龙虾 青虾放入水稻田 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 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 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 在小龙虾收获时节 水稻田上新罗旗步的都是小龙虾网 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路良用 有个大轮子的船 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 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尔放回田中 爱德吉德里是俘鲁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尔 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 它们慢慢长大 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 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耳的是非海雕 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小龙虾像是青稻夫 什么都吃 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 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 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 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 在路易塞纳州 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尝不过的事 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 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 就像大伙聚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 当你去别的国家 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 别人会问你那是什么 是个活动吗 其实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 或者看美食足球 或者是生日派对 然后吃水煮小龙虾 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 代表一个活动 路易塞纳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 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 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 拉虾人Hot Tails就是其中的一家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 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 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 我和我的死党会先放置好小龙虾宝 然后去上学 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 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八万磅的小龙虾 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 路易塞纳州南方客友 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 大胆的 辛辣的 他强调长时间烹调 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 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 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 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辛香料 多香果 香菜 芹菜 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 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 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 怎么来吃小龙虾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 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 这虾黄多饱满 然后你捏紧虾尾 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 然后一拉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 咬碎吸水里边的汁 好味道都在这里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人餐厅的主打食物 论棒来卖 随餐附送玉米 马铃薯以及大蘑菇 你可以在店里吃 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 最少也得150到200磅 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 我来这儿吃饭 一定先吃三磅小龙虾 然后再等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 也卖水煮小龙虾 但我无法跟辣虾人的小龙虾竞争 他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 非常特别 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三那州南方的家庭 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 30磅的小龙虾 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 但是现成的调味包 在这里随处可得 制作水煮小龙虾 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 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槳 他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 波伊尔·德里斯 是俘鲁热水产养殖厂的 销售代表兼厨师 这个木槳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 而木槳的前端 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 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克式圆鳌虾的原产地 路易三那州的南部小城 布罗布里奇 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 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 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 而许多地区 把小龙虾当成是外来入侵物种 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 同样也是克式圆鳌虾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路易三那州南边 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 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 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 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结色副州长最喜欢的 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仁的小龙虾交贩 Crawfish etouffee 小龙虾是美食 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 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 小龙虾个头虽小 其实影响可不小呢 走进美国 刘安明 杨林 发自路易三那州的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在大家的印象中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门槛最高的学校 但是这位哈佛大学 法学院2015届的中国留学生陈小小 却是玩玩打打上的这个哈佛大学 他甚至连托付都是裸考的 好 请看您的孩子在美国 栏目记者黄峰的报道 我叫陈小小 然后我是2014年到2015年 在哈佛法学院念法学术士 已经毕业了 开心 我现在准备收拾回家了 我周三的飞机回北京咯 这叫留学回国证明 有了这个东西 回北京买车可以免税 那宝马可以便宜十万咯 好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一堆 我要把它们全扔了 好好好 陈小小正在收拾托运回国的行李 由于空间有限 他必须做出取舍 这首同学给我写的过年的时候 贵的新的都带回去 书都不带回去 因为反正也不会再看了 然后后来就介绍一下后面这一堆 看到了这一群彩色的风吗 这一堆 这是我们考纽约伴的书 两个月内全部念完 陈小小调侃说 自己是个学渣 考托付之前 连一道模拟题都没有做过 我想象中的托付是 大概两个小时 做卷子结束 结果一去到那里 首先发现好像是对着电脑 然后我就 然后就在做电脑做 然后不是还有口语什么吗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 我就发现大家就 停笔出来休息了 再喝水啊 吃巧克力 我说惨了 还要考继续考 发现差不多最后考了 三四个小时 但是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已经快干死了 然后我就 众目睽睽 就像在男厕所的门口 喝自然水 因为真的太渴了 来到哈佛法学院之后 陈小小不得不认真准备 每一次考试 这个 这是我一节课的 这只是reading而已了 基本上 就是这一门课 我每次都读了 因为每个字都读完一遍 上课也听不懂 所以如果每个字 还再不读的话 就直接就是 应该是过不了 你就像中国人写论述题 就是你有 你即便不会答 你也能硬掰 三百句 但是这里就是硬掰不出来 然后而且要写得很快 就是理论上你就是 因为你答的越多 就有可能越靠近那些考点了 但是我差不多三个半小时 能打个三千多字 已经是我极限了 他们美国人都打五六千字 来来来看一下这个 学位赠书 然后他配了一个皮 但是这个证书塞不进这个皮里 为什么 不知道 是不是很傻 这个学校 这样以后可以在淘宝上 做一个哈佛的假学历 我一直觉得 就外国的学历 应该很好做假 因为反正国内的人 也看不出 这是我的名字 小小陈 其他就说 应该就说 我获得了某 就是什么学位 毕业了之类的 陈小小一共拿到了 四门课的优秀 哈佛成绩单 他不仅考试成绩好 还很会玩 就我喜欢打德州普克 所以我就经常去 威格斯打牌 头几次去都可 差不多可以把 比如说酒店前迎回来 去了四次威格斯 然后就顺带去了 威格斯附近的大峡谷 去了死亡谷 去了LA附近的一个人 就是度假村绿洲 叫做Indiana Wells 去了San Francisco 然后去看了Golden Warriors 就是看荆州有视队比赛 他们去得拿MBA 总冠军呢 然后去了圣地亚哥 然后西边就是这些了 然后我有去 我有做cruise 去海地和亚马亚加 然后纽约去过好多次 然后去了费城 去了DC 去了波罗里哥 这就是我去过的地方 九个月里 下一站就要去荷兰 去毒蘑菇 陈霞小出国前 在北京的一家 律师事务所工作 从哈佛毕业后 她又回到了这里 就我以前在国内呢 由于本人超级反动 又不能上各种网站 又觉得人民过得挺辛苦的 当时觉得应该是要移民美国 但是anyway来美国 也会变正宗红五毛 吃喝玩乐 这些我喜欢的东西 那还是国内好的 然后我非常喜欢 北京秋天的天气了 如果没有雾霾的话 我觉得秋天还很舒服的 就是又有钱赚了 还蛮好的 走上了自力更生 独立新女性的道路 您的孩子在美国南部 记者黄峰博士顿早到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好 刚才您看到的呢 就是今天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周末专辑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 八点到十点 请准时锁定VOA卫视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